中间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 就回转的角度就是240度的部分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做其他练习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 最好是可以多多复制这个几个 可以复制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做什么 距离假设你今天 中间这个孔不要 我今天不要挖孔 我今天直接就是一个完整的3D的话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点一下 空白键 然后呢 你就以什么当轴 以这个本身 当轴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转出来 假设是300 直接就Enter就好了 Enter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他就直接怎么样了 应该直接Enter就好了 选他 空白键 OK 然后呢 直接走 他本身 这边到这边 然后直接按点Enter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中间就没有怎么样了 没有一个孔 那这个孔的大小就跟什么 跟那个轴的距离 越大 那个孔就越大 没有就是没有 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挖孔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啊 那就变成怎么样 前面我们所讲的 用什么呢 用那个 按拉不就好了 比如说我这里面要挖一个10的 一个那个 有没有 你看 还有印象 前面有讲过嘛 你就10 然后找他的什么 找到这个 这个的中心点 这个面的中心点 找到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要挖一个孔是10好了 我就直接输入10Enter OK 然后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这样 怎么样 用那个按拉 按拉 他会侦测这个 这个圆 点一下 往下 拉到底 放开 这个孔就拉出来了 OK 那你另外还可以复习一下 如果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挤出啦 挤出的话就变成说你要用什么 再结合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 插挤 有没有 你有另外一个 圆柱 有两个 实体 你要把其中 中间挖掉的话 那就是用插挤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 你要的那种3D的 你要画什么 其实就可以画了